最新的焦点马上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这个说出了单身多角健保费是做功德 这卫生署长杨哲良似乎又引发争议 不过呢这个立委罗书雷表示说 总比精神弊之前这样的讲法比较好 我们立刻来先给记者林佳妍来告诉我们加油 好带你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现在政府要退二代健保 不过呢杨署长表示说 单身的人呢多角一点的话 其实是可以激功的 其实他是要鼓励大家赶快成家立业啦 不过这样的说法呢 让很多的女立委不是很认同 以前我应该最起码最近的三五年当中 好像都没用过健保 最起码我来立法院两年多 好像都没有健保 我很健康而且精神也没有毛病 所以我都没有看过健保 我想功德也做了蛮多了 那不过也好啦做功德啦 总比神经病好很多了 好了杨哲良之前表示呢 单身的人比较可能容易得到精神疾病 今天呢其实可以听到罗叔 他是有点嘲讽说 他做功德呢总比被说 有神经病来得好